天啊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幹 幹 三小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彩宇 又來到了美洲市 我自己個人最不期待的 沒錯就是我們要來看一些恐怖影片 然後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感想 我頭好痛 我每周都一定會被嚇著日子 那如果你們有想要分享一些 你們自己看到 拍到的影片 或者是你們在網路上面看到很可怕的影片 不管是都市傳說或者是什麼 ACP或者是恐怖的靈異影片 之類的都歡迎可以投稿 在這個下方的mail heiyu gmail.com歡迎大家可以投稿 那今天卓宜也幫我整理了珊瑚 我覺得卓宜也很厲害的 這禮拜是他自己整理的 平常其實是雷蒙跟他一起 因為卓宜也很怕 我們工作室不怕的應該只有雷蒙吧 那今天這三部的話都是跟小孩有關的 其實從以前到現在一直會有一個 就是傳說 也不算傳說就是一種說法 就是小孩好像比較容易看到我們一些 看不到的東西 像是有時候小孩自言自語啊 其實他並不是自言自語 有時候是在跟其他的講話只是你看不到 我母親以前有講過 我哥就是他小時候常常會跟就是 我們以前樹山蟲的舊家 然後裡面有一個話講話 對 超可怕應該很可怕吧 我們以前舊家真的蠻可怕的 我媽以前有一個洋娃娃 就那種超真實洋娃娃 放在客廳啊 然後牆壁上有畫 是我媽的畫像 然後還有我好像是我阿媽的畫像 然後聽說我姐跟我哥 都有看過他們眼睛在動啊之類的 小時候啊都是小時候 長大就比較還好 我的話好像沒有聽過我自己的 發生什麼事 都是我周周的人發生什麼事 好啦各位觀眾如果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請記得幫我點個喜歡 喜歡點喜歡 然後按個訂閱分享這部影片 然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對這幾部影片的感受這樣 好啦那第一部影片的話 是在講說 有兩個小孩一次看到什麼 可能媽媽卻什麼也看不到 好可愛喔 他們好像在往同一個方向看 他們兩個是不是一直在往後面看 好像是耶 對啊他們一直在往後面看 他們媽媽什麼也沒看到 他們一直在往 咔咔咔咔咔 那個小女孩嚇到我了 笑屁喔 我懷疑那小女孩被附身 他們兩個一直在往後看耶 可是現在也沒有什麼 現在也沒有什麼 我看畫面現在也沒東西 然後 欸 有個小女孩好像要哭了 她哭了 她哭了她哭了她哭了 所以她真的 她真的看到什麼 然後另外一個小女孩不怕 所以她 看來看看她 你看我 看我 看我 你看我吧 天啊 我的天啊 幹 幹 三角 蛤 三角 喔 奇奇比哥 幹 你操你嗎 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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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幹幹幹幹 喔 那個小女孩一尖叫我 奇奇比哥 幹幹 我的天 我的天 我的天啊 就是小女孩一次看到什麼 我跟你們講 剛剛前面我都覺得還好 其中一個小女孩開始哭 那一段我都覺得還好 然後另外一個小女孩就是一直在笑 她可能也沒意會到什麼 結果後來那個女孩尖叫跑掉 她們一定是有看到什麼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反應 那個反應真的太過於真實了 可能有一些大人會作假拍一些影片 對 是有可能的 我聽不懂英文 所以我不確定她們在講什麼 但就是媽媽可能說 欸 怎麼了之類的 然後我就安慰她這樣 結果 喔 剛剛那個小女孩真的是 她完全就是被嚇到 然後跑掉 我傻眼 我無法想像她們到底看到了什麼東西 好 我趕快看第二個 這個是在抖音上拍照的 對 然後小孩房間有裝那個就是 為了防止小朋友就是 怎麼了的監控器這樣 對 然後原本小孩是在睡覺的 然後儀式好像是有人把她拉到床底下 我的天 我的天 我們仔細看到動作 前面感覺像她在爬 到這邊我都覺得她像在爬 對 到這邊我都覺得她像在爬 然後她就看床底下 對 喔 喔 這邊就不正常了 喔 喔 Fuck 這邊感覺真的就是 而且還有那個小朋友的哭聲 這邊感覺就真的是那個 小女孩被拉走 因為她在上面的時候還好 我覺得她下床是正常下床 她是自己下的 因為她是後腳先踩下去 正常下 她看向床底的時候 我覺得到這邊就還挺正常的 可是她到床底下面那個片段 她的腳沒有感覺是往前爬 而是在掙扎 然後是慢慢的拉拉的感覺 這樣被拉進床底下 對 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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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腳沒有往 她的腳沒有爬 的情況下她就被拉這樣 不要再哭了 不要再哭了 我好怕喔 Oh My God 對 這種也是 我覺得涉及到小孩 這種都是沒辦法演的 因為就是 小孩不會騙人 對 來 我們再看最後一部影片 最後一部影片的話是在講說 一門附近上傳一部監視器拍到的畫面 是不是有某個光球在自己的女盒 上方不斷盤旋 我們仔細看一下 有看到那個光嗎 我看到有一個光 可是通常用這種拍到的畫面 我覺得都是灰塵 灰塵類的 可是 這個光太明顯了 不自然 然後一直在 喔 真的是盤旋欸 因為灰塵會飄 很明顯 這個真的是盤旋 可是 那光也也不大 所以我會覺得 可能是蟲之類的這樣 喔 而且那個是現在正在 喔 直播畫面了 我的天哪 她女兒在哪裡 真的是一個光點欸 可是這個影片就還好 然後就飛走了這樣 我會覺得是我啦 我會覺得是某種生物 我看一下留言是講什麼 喔 後來這個爸爸把她女兒都帶走 然後這個 這個光點還在上面繼續盤旋 他說大概繞了五分鐘左右 好啦 那這個的話感覺也是 我不知道欸 我也會覺得它像生物 它是透過監視器看到的 不確定現場拍的狀況是怎樣 可是感覺真的會比較像生物 就是發光生物像什麼 陰火蟲之類的都有可能 所以我覺得這個偏像 蟲之類的 我覺得比較有可能 然後拍起來會有反光的感覺 這樣 對 那今天這三個我覺得 第一個最可怕 第一個真的是令人模糊受難 我又擠一個 我想那個女孩尖叫的畫面 我又擠一個 那我今天晚上一定會做惡夢 好啦 各位 那以上今天這三個影片 大家可以在下面分享一下自己的感想 對 我不想再看一次喔 我不想再看 我只想看我的VTuber 對 好啦 各位 對 以上就是今天影片 希望大家喜歡 好 各位觀眾 想要投稿的話 下面我沒有趕快投 對 我想要趕快 繼續做這邊的影片 那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分享出去 然後在下方可以留言 對這部影片的感想 對 然後 好 就這樣 我不知道我要講什麼 各位觀眾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週見 掰掰